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小妞现在就是霍云婷的命啊 我这把能不能翻盘可全靠她 我知道你 你是个坏人 我告诉你 霍先生现在已经知道我是大人了 我很勇敢的 就算你打死我 我也不会让他来救我的 刚还说你傻呢 可现在这么一看你一点都不傻 还知道要跟他撇清关系 不过没用了 霍云婷这回必须栽在我手里 倒计时一分钟 霍氏组 有什么事冲我来 别动我的女人 好说好说 我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二世祖 能有什么坏心眼呢 无非就是赚点小钱花花 这样子 两个小时候你拿五百万 到度假村外西北角熟人 不许报警 就你一个人来 可以 对了 忘了说 我要的可是五百万美金 要不连号的救场 千万不要耍什么别的小心思 否则的话 都听你的 你先让我听听小姐的声音 我要确保他的安全 想得美 霍云婷 你现在可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你还以为你是我家家族 能管得着我吗 霍氏组你别太过分了 如今可是法制式 如果你还妄想许你爹当年那套所谓作福 早可以出我的利剑 就一定会披到你的头上 好了 来不及说这些了 孟光 马上报警 我的笑笑啊 你现在一定很害怕 但请你一定要坚持 要等我 我多傻 居然以为只要有爱 我们就能克服所有的困难 可是现在 我却连你的安全都保护不了 多怪我 多怪我 灵溪你打起精神来 你可什么都没做 你在内疚什么呢 胜利就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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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峰 你是不是有病啊 为什么不打招呼就闯进来 别以为你辞职了 我就拿你没办法了 明晓晓被绑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她和孟光失联之前 孟光被你一个电话叫走吗 我 我哪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 别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泼 灵溪 如果你知道明晓晓的一点信息 请你现在就告诉我 我可以当你是不知情的 朗峰 你不要发疯了好不好 如果只是因为我打了个电话 你们就怀疑我 那应该是他霍云亭来找我 你算明晓晓的什么人 前男友 邻居哥哥 醒醒吧 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 敢恨他们 那应该是你啊 朗峰 你正问我干嘛 果然是你 灵溪 灵小姐 这世界上 不应该只是非爱即恨的 你有没有心啊 你走吧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灵溪 这是我最后的警告 霍云亭已经报警了 霍云亭和明晓晓 要永远 永远 在一起 霍先生 你怎么 怎么 怎么走路都没有声音的 小坏蛋 别藏了 我都看见赫卡的包装纸了 好吧 被你发现了 那你的生日就要到了 可是我还没有想好 要送什么生日礼物呢 所以就 就只能先写一个赫卡 存起来 云亭 云亭 霍先生 你的名字好难写啊 我可以画个圈代替吗 笨蛋 只有诅咒别人的时候 才会在名字上画圈圈 什么是诅咒 就是 想让一个人难过 痛苦 甚至死掉 不可以不可以 谁都不可以让你死掉 我一定能写好的 小傻瓜别担心 我还不会死 还要留下来照顾你呢 我们还要走过很长的时间 很远的路 什么诅咒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来 我来叫你去 霍先生 你真的答应我了 不可以偷偷死掉哦 那你要答应我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 都要永远相信我 拉高 霍云亭和明晓晓 要永远永远在一起 醒我 等我 霍先生 霍先生 这 都不停地 霍生 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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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谁还敢说我霍氏祖没有 就算那灵溪再高贵 不也得最后抱我大腿吗 氏祖 小小不可以哭 霍先生她会伤心的 狗男女还挺吃情 可是霍先生 我好像要坚持不住了 我刚才好像听见有机器嗡嗡响的声音 该不会是霍云亭真的报警了吧 咱们快跑吧 我听 你消停点吧你 自己吓自己 警察 霍云亭居然真的报警了 霍云亭报警后 灵溪积极配合 在人民警察的英勇军办下 最终及时将霍氏祖一干人等抓捕归案